所以汉字的形态并不是方形的 而是丰富多才 各种各样的 大致有几种什么形态呢 有这么几种形态 第一是三角形的 看这个上字 上字 如果把顶端 笔画的端点连起来 这就是三角形的 三角形的 土字 连起起来 也是三角形的 这个短横 只能 在三角形之内 不能抄出去 抄出去以后 抄出去以后呢 就比较难看 我们看这个 这已经抄出去了 实际上我这样抄的并不多 显得呢 就没有姿态 比较蠢 再比如 负 负 连接起来 它的笔画 这两个横画 都要在这个 三角形之内 三角形之内 这是 上边间 下边宽的 还有的字呢 是 也是三角形 是上边宽 是个倒三角形 比如下 这一点 要在 这条线之内 不能超过这条线 比如壳 这个口 在哪下 比 写多大 是在这个 三角形之内 如果超出了 它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个跑到三角形之外了 就实际上这个字就分加了 有一个字比较难写 比如这个物 这个字 比较难写 实际上呢 我们抓住了 它的基本形态 三角形的形态 这个字就能写好 到中心线 再勾起来 它的基本形态呢 就这么一个三角形 这是一种形态 第二种形态呢 是梯形 梯形 先看上边窄 下边宽的 天 比如这天字 也是把这个端点 连接起来 就看到了 第二横 是吧 虽然比第一横长 是吧 第二横 虽然比第一横长 但是呢 也要在这两条线之内 再比如这个胸 兄弟的胸 兄弟的胸 连接起来之后 也是这么一个 下边宽 上边窄的梯形 这是下边宽 上边窄的梯形 我们再看 上边宽 下边窄的梯形 比如 田 这个田 一定要上边宽 下边窄 如果不是这样呢 写成方的呢 这就非常难看 非常死板 不像字 倒像格 这个欧阳勋讲的结构 上边有天赋 实际上就是 讲的上边宽 下边窄的梯形 比如岩 这一横 一定要宽 我们看 是这么个形态 这是第二个形态 还有呢 是左边窄 右边宽的 刚才讲这个 国家国就是这样 同质的铜 是吧 相同的铜 也是这样 这边要窄 这边要宽 它就漂亮了 第三种 第三种形态呢 是菱形 也就是中间宽 两头窄 这种菱形呢 有的是 也可以是 演变成这个 六边形 它特点也是 中间宽 两边窄 我们看这个 名字 这是最典型的菱形 因为这本身呢 已经上边线 已经有了 下边这个呢 看这两条线 也有了 是吧 奇怪的棋 是吧 这也是一个 菱形 从这个 乾坤格上 就能看到 它是在 菱形格之内的 春天的春 春天的春 也是这么个形态 这已经是 有些变化了 因为下边呢 不是尖的 这属于一个 变形吧 这是第三种 第四种呢 就是圆形 圆形 字的这些 边缘的端点 给它连起 连起了以后啊 正好构成一个 圆 正好构成一个圆 比如说这个 锡子 这个锡子 它所有的笔画 都是围绕这个 原来布局的 大致这么 几种 几种形态 三角形 梯形 菱形 和圆形 其中呢 梯形和菱形呢 是最主要的 掌握这个形态呢 那你这个字的 基本的特征呢 就抓住了 而且有了 这个观念之后呢 你就会掌握 啊 它这个字 最突出的地方 是什么 这是一个原则 形态要准确 啊 它是三角形的 就一定要写成 三角形的 是零形的 就一定要中间宽 是吧 是梯形的 或者是下边宽 或者是上边宽 这是主要特征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 可以做一些辅助练习 什么辅助练习呢 就是用线条啊 用这些线条 画一画这些形状 比如说 画一个三角形 是吧 画一画梯形 画一画圆形 这跟练转书差不多了 是吧 画画圆形 这样有利于我们掌握这个 凯书结构 因为这个形态呢 在写字的时候 你要用字的线条来构成 是吧 不是这么直观的 你只有掌握这个形态 你才能把上啊 把下啊 这些三角形的字写好 这是第一个原则 形态要准确 第二个原则 比例要适当 比例要适当 什么叫比例适当呢 就是字的高 是吧 高和宽的比例要适当 在这个汉默的凯书啊 字的比例呢 是宽的 因为什么 因为受隶书的影响 隶书的影响 比如他讲 他写这个 这个 中游里边这个盐 是吧 中游他那个盐 他的形态是这样的 而不是像我们写的这样的 这是受隶书的影响 字形是贬的 而到了唐代以后 字形的比例 基本上就确定了 也就是 高度和宽度 基本上相等 高度和宽度 基本上相等 如果高度和宽度 比例失调的话呢 或者太肥 臃肿不堪 或者太瘦 像根竹竿似的 这样都不漂亮 这是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比如说 这个事情的事 这个事 事情的事 本身它横的笔画比较多 很容易写长 那很容易写长 但是呢 这个横 加长之后 它整个的字 它整个的字 这个宽度就有了 宽度就有了 再比如说 这个永 这永是 永字八法 经常要讲到的 撇纳 舒展之后 舒展之后 就把字的整个的宽度 就被拖宽了 当然有些字呢 是 比如说是窄的 或者扁的 那这个比例 也有一个比例问题 这个比例啊 就是窄的 比如说要像这个月亮的月 是窄的 你不能写成高和宽 基本一致 那它的比例呢 也基本上是 这个 三比一 就是它这个宽度呢 只能占高度的三分之一 我们看 在乾坤格里呢 它的宽度 不能超过这个小 小方格 在小方格之内 如果超过了 跑到这个小圆圈这来了 这就是 太臃肿了 这是窄的字 它本身是窄的 它的比例是什么 是三分之一 四三分之一 如果这个 本身是扁的字呢 比如说像 一二三四的四 这个四 它的高度 和宽度 也是三分之一 这两横 都在这个 小方格里头 是吧 如果 故意的 展宽 这个字也就太 太肥胖了 不好看了 这是第二个原则 就是比例 要适当 比例要适当 这个 不仅是 多种笔画 组成的字 有宽度 有高度的字 是要适当 这个适当呢 就是高度和宽度 基本上要一致 而且呢 窄的 或者扁的字 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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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自然 就是窄的 或扁的字 也有个比例 问题 这个比例呢 就是 高度和宽度 它就是三分之一 不能超过 这个比例 这是 第二个原则 第三个原则 是什么呢 就是 主次分明 什么叫 主次分明 就是 每一个字 从笔画上来说 都有一个 主要的笔画 都有一个 是主要的笔画 其他呢 基本上可以说 是次要笔画 如果是合体字 偏盘 它有一个 是主要的偏盘 其他是次要的偏盘 那么 写的时候呢 学习的时候呢 一定要 首先抓住 主要笔画 这样呢 字的 主要的矛盾 你就抓住了 其他次要的笔画呢 就比较好控制了 比如我们看 这个也字 比较难写 也字呢 比较难写 它的主要笔画 什么呢 主要笔画 就是这个 输盘钩 是吧 这个抓住了 把它形态学准确 宽度写 好之后 这个笔画 就比较好掌握 再比如像中 它的主要笔画 什么呢 就是这一竖 就这一竖 这一竖写好了 整个字 整个字 就写好了 一般来说呢 主要笔画啊 在有长横的时候 这个字当中的长横 这是主要笔画 因为它决定字的比例的 在有笔画 那的时候 那是主要笔画 这是从笔画的角度来说的 那么从偏旁 不守的角度来说呢 它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 右边这个偏旁 右边的偏旁 是主要的 我们看这个 脖子 这个脖 广博的脖 本身这边比较窄 右边呢 就写的比较宽 就写的比较宽 像这个针字 本来它的笔画和宽度呢 和右边 这个琴是一样的 但是写的时候 要给它缩小 要把右边这个突出 像这个针字 这样呢 它就好看了 如果不是这样 没有部分主次 是吧 同样占 一样的位置 实际上我这个还是 很自然的 还是写小了 这个字呢 就显着 没有这个字生动 就显着比较死板 上下结构的字 上下结构的字 要以下边的偏方为主 比如这个尊字 上边的笔画非常多 下边呢 只有三笔 只有三笔 是一个寸 是一个寸 那么这个三笔 宽 尤其是高 它也要占接近 二分之一的位置 代表这个尊字 同样的日 两个都是日 上边这个小 下边大 这个充分体现了 以下边为主的这个原则 下面我们继续讲 凯处结构的基本原则 第四条呢 是分布匀称 所谓分布匀称呢 就是指线条的分布 间距要均匀 如果左右分布呢 要对称 我们先看这个线条的分布 比如这个直子 它一共有 一二三四五 六横 实际上这有点不匀 这点距离大了 再比如质字 这就是多横的字 横块比较多的字 这个线条呢 一定要均匀 竖也是一样 有的字呢 有很多竖画 比如像这个五 这就有四个竖画 这个间距 这个间距要均匀 这四个点 间距也要均匀 像这个家字 家庭的家 撇比较多 撇比较多 虽然 运笔的方向不一样 但是呢 他们的间距 逐渐的扩大 也是均匀的 这是均匀 对称呢 就指线条在中心线 中心线两边的分布 要对称 要对称 比如说 严肃的数字 在中心线里 中心线两边 它是对称分布的 看这个宽度 就可以知道 参加的参 匹纳 匹纳 它也是对称的 对称的 也就是说 他们这个端点 距离中心线呢 这个差距不大 这是 第四个原则 当然这个 各个不同的书体 不一样 各个不同的书体 不一样 你比如说 这个欧体 它的这个笔画呢 在右边的笔画 往往要突出一些 打破这种对称 所以说 欧体这个结构 有这种显觉的 显觉的感觉 我们看这欧体 它这个右边 右边 一定要长于左边 一定要长于左边 打破这种对称 所以这个 但是基本原则呢 是对称是 没问题的 只不过各个 各种书体啊 它表现情况不一样 这是第四点 第五点是什么呢 就是 重心要平稳 重心要平稳 就是一个字 如果重心不平稳呢 也是失败的 重心平稳呢 有这么几个方法 第一呢 就是上下结构的字 它各个部件 是吧 各个笔画 就是组成的这偏旁 它的中心线 要能够 对齐 比如说 这个章子 一般讲历枣章 实际上 它是三 可以说是三部分 历 日和时 你看这儿 它是中心线 在这个位置 早 日步 中心线也在这儿 十 这样呢 它就稳定了 如果偏离了 这两个 这两个都没有偏离 但最后一笔偏离了 它也是歪的 它也是歪的 这是上下结构字 就是字的 各个部分的中心线 要能够贯穿起来 上面写这个夹字 是吧 也是几部分 你比如说 这是中心线 这是宝盖头 然后关键是在这几个部分 这个弯钩 一定要回到中心线 脚上来 这样才能够稳定 但是有一点看到没有 就是这个比 这个位置 偏离的中心线 实际上应该呢 是在这个位置上 偏离的中心线呢 就会出现不稳 出现不稳 这是上下结构字 左右结构字呢 刚才讲到这个 主次分明的时候 已经说到了 以右边为主 以右边为主 那么就要注意 右边笔画的 两边的这个笔画 右边笔画的处理上 有这么几种情况 一个是 两边都有竖画 两边都有竖 那么以右边的为主 右边的竖不仅要长 而且呢 落脚点要低 比如看这个门子 这是左边的一处 这边呢 是右边的竖了 本身往上挑 就已经高了 是吧 然后下来 落脚点 低 这样呢 它就稳定 是吧 这样就稳定 如果只有左边有竖的笔画 右边没有 怎么办呢 如果右边这个字的形体 比较长的话 比较长 那么基本下边平齐的 比如说这个 这个字 单理人 这是左边 有了竖的笔画 右边呢 没有 右边只有平呢 但是这个 更的这个形体呢 还比较长 它基本是平齐的 基本平齐的 如果右边的形体短怎么办呢 右边形体短怎么办呢 就是要高于这个 位置要高一些 要高一些 比如说这个位置 左边 是个单理人 右边是个立 这个形体本身呢 是扁的 不可能是 给它拉长 它就要高一些 就要高一些 如果 给它拉长 写到这个位置上的话呢 整个字就 垂下来了 重心就不稳了 这个不稳了 这是左右结构字 左边 只有左边有 长竖 右边呢 没有这种长竖 那么形体要是短的话 要偏上 左右结构字 还有一点 就是看两个偏盘啊 如果左边的偏盘 形体比较小 就一定要偏上 是吧 比如说 这个 橙子 土子盘 这个 这个土 要偏上 杯子 石子盘 这个 这个石 是吧 以后偏上 那么这种短的形体 短的形体 如果在字的右边怎么办呢 就基本上是属于居中 居中 略偏上 比如像河 这是中线 是吧 居中 略偏上 如果偏下 就坠下来了 显着重心呢 也不稳 最后一种情况 就是要想重心平稳呢 要注意撇纳 撇纳 比如说水 撇纳 基本上 是在一条水平线上 我们看呢 基本上在这条水平线上 可以略高 可以略高 然后欧体呢 纳经常是高的 但是呢 不能低 一低了以后啊 它就垂下来了 这是 重心平稳 还有一点就是 偏側结构的字 偏側结构字 刚才写的物字 比如在 比如这个力 力量的力 这都属于偏側结构字 它的 中心线 它的重 重心呢 要落在这中心线上 这个钩 一定要落在中心线上来钩 方 在中心线上写这一撇 然后这个钩 一定要过来 这样就稳定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 偏过来 超过中心线 这个字呢 就显得要向右倒 向右倒 这是 第五个原则 就是 重心要平稳 第六个原则呢 就是 穿插呼应 就因为我们是用 笔画 组成一个字 笔画组成一个字 怎么样使这些笔画 有机的组合成一起 组合成一个整体 这就是需要 穿插 呼应 穿插呢 主要是指着笔画之间 要互相留出位置 互相交叉 比如说是果子 这个 要挑上来 这个要插到下边来 要插到下边来 这是笔画 再比如 现代的线 鱼子边 这边是个键 这笔 要插到这个 条子下边 尤其是这一撇 整个要把这个 鱼子边 拖起来 这样呢 这两个 这两部分 就组成了一个整体 这是指着穿插 呼应呢 是指着有些字啊 它的 笔画呢 没法穿插 那怎么办呢 就要靠体势上 靠它的姿势上的 这种 关系 关系来呼应 你比如 这个 折子 它本身呢 这是直的 这没法穿插 这要靠体势上 这个姿势上 给它呼应 这个背 略微的 向右 倾斜一下 略微的 向右倾斜一下 再比如 这个 这个桥子 也是一个 竖的笔画 要呼应呢 也是 略向右 倾斜 这样呢 它就组成 一个整体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如果这一笔 不是略向右倾斜 而向左倾斜 就分加了 我们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一个是略向右倾斜 一个是向左倾斜 这个呢 两个是 有呼应 是吧 互相倚靠着 这个呢 就已经分加了 这就是没有一个 整体 所以要想 这个把这个字 组合的好啊 形成一个 完整的整体 就是要靠 笔画之间的穿插 和 偏旁 姿态之间的呼应 就不要互不理睬 不要互不理睬 一般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左边的偏旁啊 要 依靠 是吧 右边的偏旁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 是 主次分明啊 右边的偏旁为主 是吧 因此呢 左边偏旁呢 在很多情况下 是 略微的 向右倾斜 这是 穿插呼应 最后一点 就是参差变化 因为书法 作为艺术 和美术字 一个主要区别是什么 就是书法 有丰富的变化 我们要是 写美术字的话呢 大概 用一天的时间 你至少可以 学会写 一些字了 拿尺子一打 把间距一量 它的所有的笔画 都是一个模子 都是一个模子 而书法不是这样 书法呢 要有变化 如果都是一个模子 像我们现在看到 电脑打出的那种 凯除一样 单看个别字 这个单看这个单字呢 也还好看 但是摆在一起 就是冷冰冰的 没有什么欣赏价值 没有什么欣赏价值 所以呢 要有变化 这个变化 一个是指线条的变化 也就是笔画的变化 就是一个字当中 相同的笔画 它的形态不能一样 比如说三 第一笔 略向上弯 第二笔 稍微平一些 而第三笔 中间又细一些 更平一些 如果不是这样 三笔都一样 虽然其他的 间距啊 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从深度上来讲 这个就不如这个 再比如 这个 森林的森 三个都是木子旁 都是木子 第一个呢 第二个 左边 舒展 右边呢 收敛 第三个 第三个 相反 右边呢 要舒展 这样就好看 再比如 这个苗 三个水 它的大小啊 形态都不能 都不能一样 我们比如经常还遇到的 是吧 多少的多 两个锡子 两个西洋的锡 第一个呢 要短一些 第二个呢 就要长一些 这样就好看 这就是 讲的参词变化 如果从单字角度来说呢 这参词变化 主要讲的两点 一个就是 相同的线条 也就是相同的笔画 在一个字当中 不能一样 要有变化 或者长短 或者粗细 总而言之 要想办法 加以变化 一个呢 就是相同的 偏盘 在一个字当中 也要 有变化 不能一样 这是从 单字角度来说 如果从总体上来说呢 参词变化 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一篇 作品当中 如果有 重复出现的字 也要有变化 也要有变化 不能够完全一样 有人说是某某写字 特别棒 是吧 他写这一百个 同样的字 落起了以后呢 丝毫不差 就像用复写纸 这个用复印机 复印的一样 但如果从 书法的角度来讲呢 这个丝毫不差呢 就不能说是特别棒 那就没有什么 欣赏的意思 欣赏一个字 等于欣赏了一百个字 所以在凯书作品当中呢 难度最大的 就是 这个作品里边 出现了很多一样的字 你比如说像 这个孟江女庙的对联 海水潮 朝朝朝 朝朝朝落 他同样这个字 出现那么多次 要想写的 风格要统一 每个字又丰富的变化 那就很不容易 上面我们讲的呢 就是凯书结构的 七条原则 凯书 能不能写的漂亮 关键在于 是不是符合 这七条原则 不论是写欧体 延体 流体 或者罩体等等吧 不论写什么体 虽然有一些 比较细小的变化 但是呢 总的是要符合 这个原则的 如果不符合 这个原则 肯定就不美观 掌握这些原则呢 我们在学习 具体书体的时候呢 就可以进行 理性的分析 就可以达到 举一反三的目的 至于凯书的笔法呢 我们下一次再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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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钢笔 圆周笔 铅笔都不太一样 硬笔线条变化比较少 而毛笔线条变化比较多 何况毛笔本身还有种种的形状 比如说我们看这些毛笔 它都不太一样 由于毛笔的形状不一样 所以它写在这个纸上的状态 形态也不一样 我们所说的运笔方法 只是讲一般的方法 并不是所有的笔都适用这种方法 这是需要首先说明的 讲到运笔方法呢 肯定是要和写字结合起来 写字呢 一般就是有三个过程 就是这个笔落到纸上 然后呢 笔运行到笔提起来 落到纸上 这叫起笔 笔运行的时候呢 叫运笔 笔提起来的时候呢 叫收笔 所谓运笔方法呢 无非是起笔 运笔 收笔 这么三点 那这三点呢 就有种种不同的变化 就有种种的不同变化 我们首先呢 先看起笔 为了使大家能够看清楚 这个笔峰 是如何变换的 我们呢 是在随写纸上呢 给大家来讲解 起笔 一般的 要求是要顿笔 顿笔 也就是把笔按下去 把笔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 我们看这个形状 实际上就是这个笔头的形状 这个时候 笔峰是朝 左上方的 如果 笔峰不动 就是这样走 就是这样走 看笔峰在上方 就是这样走 这个呢 叫侧峰 在运笔当中呢 一般的要求 是要中峰 所以起笔的时候 所以起笔的时候 笔峰 朝左上方 那么在运笔的时候 就要给它调成中峰 什么叫中峰呢 就是笔峰 这个时候要转过来 笔峰 要朝左 这叫中峰 到了收笔的时候 到了收笔的时候 一般的呢 是要提起笔来顿一下 凯述 顿一下 这样顿完了之后 笔峰 又编到 左上方 看这个形态呢 这点有一个缺口 有一个缺口 所以呢 一般的在这个时候 要收 要往回收一下 以便把这个缺口去掉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过程 基本的过程 那么基本过程要领在哪呢 首先起笔 是要顿笔 要顿笔 然后运笔 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随着手臂 或者手腕 甚至是手指 手指 这个转动 那么 笔峰 就调成了中峰 到了末端 顿笔 一回 回峰 这是基本的要求 基本的要求 这里边呢 需要说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 在起笔和收笔的时候 有方和圆的区别 有方和圆的区别 这主要在于顿笔时候 笔杆的情况不一样 如果我们是用 这种 用这种毛笔 我们看这笔峰差了很多 差了很多 这可以说是长峰 这是短峰 短峰 差了很多 它这个笔头呢 是一个小枣糊状的 用这个笔 如果顿笔的话 它出来啊 就是个圆的 顿笔 它出来呢 这就是圆的 就是圆的 这个笔呢 笔峰就更长了 就是它的直径和它的长度 是吧 不一样 像这种笔 顿下去之后 顿下去之后 我们看这笔的形状 它出来以后 这点就是方的 这点就是方的 也就是说 这一侧是直的 造成这个线条呢 它就是方的 所以笔不一样 它在起笔的时候啊 这个方法也不一样 下面我们先看 圆的顿笔 圆的顿笔 就是自然的 把笔按下去 把笔按下去 利用笔 两侧这个弧度 构成一个圆 也就是这个 看到了 它是圆的 然后呢 不要提笔 这点关键就是 不要提笔 一提笔之后 就会出 这么一个缺口 所以不要提笔 按住笔 一边走 一边调成中锋 或者这个手臂 手臂动 或者呢 手指动 字的大小不一样 这方法也不一样 但是基本要求就是 在运笔的时候 一边走 一边这个笔 调成中锋 也就是使笔毫 铺在笔画的 中间 到了收笔的时候 一般的是提起笔来 一顿 提起笔来一顿 为什么呢 因为不提笔 就没法顿笔 提起笔来一顿 然后 回锋 简单的 如果画一个路线图的话 就是 就这样的 到这儿 要回锋 回锋 这是基本的要求 这是圆的 这是圆的 这是圆笔的 这个笔法 方笔呢 如果我们就用这支笔 如果就用这支笔 写方笔 就不能够这样顿 而是要侧 这个笔杆要倾斜的切 用笔的这一个 这一面 是吧 因为笔呢 你这样看呢 这样看呢 它有这个弧度 侧过来之后 它就是一个直线 所以古人讲呢 要善于用笔的各个侧面 我们看一下 如果这样顿 这样顿 这是圆的 但是我们侧过来顿 侧过来 笔杆呢 有一定的倾斜 看到这个端点 这个端点 就是方的 就是方的 所以方的齐笔 它这个笔杆 是要倾斜的 然后 不要提笔 关键这点 不要提笔 笔 一边往右运行 一边调成中锋 一边运行 一边调成中锋 这是齐笔 我们比较一下 这个是圆的 这是方的 这就是 由于 齐笔的笔杆 倾斜度不一样 它的形态就不一样 收笔也是这样 收笔也是这样 收笔的时候 如果这样顿 它的笔的这个两侧 它是圆的 所以右边这侧 也造成了一个圆的形状 这是圆的收笔 如果顿的时候 也要倾斜 是向右上方倾斜 往右上方倾斜 这个笔 用笔的一个侧面 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 这又是方的 这又是方的 用这个侧面 然后往下运笔 不要提笔 往下运笔 调成中锋 调成中锋 这就是 这带棱角的 这是带棱角的 这就是方笔 方笔 也就是说呀 方笔和圆笔的区别 如果用同一支笔来说 它的区别呢 就在于写的时候啊 笔杆的倾斜度不一样 倾斜度不一样 如果直着下去 直着下去 一般就是圆的 如果斜着切下去 这样切下去 或者这样切下去 它就是方的 这是首先要掌握的一个基本方法 就是笔杆呢 不总是笔直的 而是有各种变化 有各种变化 这里边呢 需要说明一点 就是一般的呀 这个教科书人介绍呢 起笔收笔呢 总是一个S 总是一个S 这个S呢 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也不完全有道理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如果只是顿下去 然后运笔 实际上这个头呢 也是圆的 这个端点 为什么呢 因为笔杆铺开了 这笔杆铺开了 前面并不是尖的 如果画一个S 画一个S 只不过呢 是把上边呢 用一条线 把这个笔杆遮盖住 遮盖住 运笔过程当中呢 两横之间 不要提起来 提起来 然后再从这挪到这来 而是从这把这个笔 拉到这来 那么它自然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运笔进行路线 这自然的 就是这样的了 这是很自然造成的 并不是故意 每一笔提起来 停顿了 再写的 再写的 所以呢 我们 在起笔的时候呢 一般的 只要一顿 烧停 就可以了 一顿烧停 就可以了 这是 起笔 运笔 和收笔 以及方和原的区别 是怎么造成的 就是 起笔 要顿笔 然后呢 不要提笔 一般的情况下 不要提笔 马上向 右 运行 这写横广 收笔之前呢 提起笔来顿一下 然后 一回封 一回封 如果顿一下 形态呢 这个已经达到了 我们要求的形态 也不一定回封 也可能就是 一个动作 这一顿 一个动作 就完了 就完了 这是 一个基本原理 那么下面 我们介绍一下呢 这个 基本笔画啊 它的一个基本要求 下面我看一下 横刚才讲了 看数 如果是圆的 如果是圆的起笔 这样一顿 就可以了 这样一顿就可以了 顿完以后 往下走 往下走 这个时候的中锋注意呢 笔杆 这个笔杆 和这个线条 这是要 能够重合的 如果这样呢 它避延就是偏锋 这样离开之后 它避延就是偏锋 所以这个关键 就在于 写的时候 笔杆和 这个线条 是要能够重合 能够重合 而且呢 略略的往上倾斜 啊 往上倾斜 尤其是悬针树 下边要出尖 这个尖不能偏 为什么叫悬针呢 是因为 它这个尖 要在整个线条中间出来 是吧 叫悬针 如果不是从中间出来 倾斜了 这样走 它出尖 就是这样的 这不是悬针了 这是一个扁片 像个刀子 像个刀子 就没有力度 没有厚度 没有立体感 方笔的 方笔 方笔的齐笔呢 也是笔杆 要倾斜 要倾斜 切下去 看到笔杆是这样的 然后 然后往下运行 一边运行的时候 一边调成中锋 运行的过程当中 调成中锋 这是方笔的 也是在笔杆的 这个形态不一样 这是 横和竖 我们经常要用到的 毛笔的笔画呢 并不总是两头都是 一样粗的 经常遇到一个问题是呢 出锋 刚才讲到了 这个悬针术 下面要出一个尖 这种尖呢 撇 钠 都要出尖 撇 钠 都要出尖 钩 也要出尖 钩 也要出尖 出尖的方法呢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钝笔之后 提笔再出 一种呢 不提笔 钝笔之后不提笔 只是改变笔尖的方向 在运笔过程当中 改变笔尖的方向 这个出尖 这两种方法就是 位碑 或者说方笔 和远笔的区别 我们先看撇 先看撇 起笔 如果是侧的 是吧 如果是侧的 看好 侧的 那么它这个 就是方的 如果不是侧的 是这样的 就是圆的 然后 不要提笔 按住笔 向左下方运行 调整笔封 调整笔封 慢慢的 是吧 看这尖就出来了 这个尖 既尖 又有力量 要想这个尖 写的既尖 又有力量 关键也是 在运笔的时候 笔杆 略上右上方倾斜 是吧 而且呢 要能够和运行的方向 重合 不能偏 偏了以后 如果我们这么偏了以后 它出来的 出来这个 这个尖呢 就是像刚才看到 这个竖那样的 也是扁平的 不能偏 一偏了以后 就自然是侧峰 如果笔杆 重合 它自然就是中峰 这是毛笔的特性决定的 这是撇 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 方笔的 起笔 侧 然后 推 整个推的笔 一边走 一边笔号 一边转 转过来 这样出峰 即使没有尖 即使是非白 它也是有力量 力量也在 那 其笔 轻一些 然后 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逐渐加重 逐渐的加重 到 接近末端 要顿笔 要顿笔 要笔往下按 按的时候呢 笔杆也要往上 倾斜 不能这么按 这么按 整个笔按下去 就没有力量了 往上倾斜 往上倾斜 这样呢 我们抬起笔来看 已经出现了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 如果是掩体 它一般的呢 按照这以后 要提起笔来 在这提笔 不要整个离止 自然的一起 起来之后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为了 调整这个笔峰 现在笔峰 是朝左上方的 是吧 朝这边的 目的提起笔来 是要调整笔峰 使笔峰朝这边 这样的 那么提起笔来之后 再按下去 平着 平着出峰 这样呢 这就是 一种 一种这个 出峰的方法 另外一种 出峰的方法呢 就到这个位置 不提笔 到这个位置 不提笔 而是呢 压住笔 到这以后 笔峰 是朝这边 但是呢 它不提笔 压住笔 这一点 这个笔的下半部分呢 先走 先走 然后一边走 一边 一边 一边走 一边调整 这个笔峰的方向 这样出来的呢 我们看 它下边 是圆的 上边 也是圆的 上边也圆的 谷的 那种膨胀感 立体感比较强 这种呢 一般的是方笔 或者是位碑啊 经常使用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 比起这个 顿笔 提笔呢 实际是 简单了一些 在运笔的程序上 少了一个动作 为什么 位碑当中 经常有这种比法呢 它就很自然的 到这以后就 出来了 到这以后 很自然就出来了 这是自然出现的 自然出现的 这是 撇的出峰 和纳的出峰 下面我们看 勾 勾是经常遇到的 勾是经常遇到的 勾 方法也是 两种 一种是 提笔 一种是不提笔 上面跟写树一样 注意是中峰 这是要 能够重合的 到了末端之后啊 钝笔 掩体啊 是要钝笔 钝笔之后 提起来 提起来是为了便于 向左上方出峰 这样出峰 我们看呢 它这点是这个形状 是这样的 这个形状造成的 就是因为在这儿 钝了笔之后提笔 又从这点 重新 出来 出来的 出来的 这个流体呢 也经常是用这样的勾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 到这儿 它不仅 到这点 已经是一个源头了 它不仅不提笔 而且笔呢 往 这一侧 往这一侧 稍微的 偏测一下 然后 整个 推出去 一边 一边走 这笔锋呢 一边调 原来笔锋是朝上的 在推的过程当中 下边 先走 也就是 下边先走 这样转过来的 这样转过来的 所以呢 它出了以后 这个钩呢 是方的 方的 这就是 欧体 我们看欧体 就经常建这种钩 经常建这种钩 再看一遍 到这儿以后 不提笔 笔杆略向左倾斜 然后 后边先走 推出去 自然的出钩 这样呢 这个钩 既方 又饱满 这是钩的出风 如果是 这个握钩 或者竖弯钩 也是这样 到这儿以后 提笔 钩出去 是一种 不提笔 到这儿以后 不提笔 整个推 而且是后边 先走 这一部分呢 要先走 这样 调过来的 这个钩呢 和这个钩都不一样 这个钩是这种形态 而这个钩呢 是直的 是直的 这就是出风 出风的方法 出风的方法呢 这个 有多种多样 但是关键就在于 末端 你是提笔 是不提笔 如果提笔 那么这种钩 就是唐代以后 出现的 不提笔呢 这是从 位碑啊 发展起来的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呢 这个 再继续讲 这里边主要要注意一个问题 主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 在 顿笔 运笔 和收笔的过程当中 多余的动作 不要太多 因为书法呢 它就是写 写字 写的好的 就是书法作品 所以 要把那种 画S的 这种观念呢 要改掉 不要画S 第二横和第一横关系 自然 运笔过程当中 连接带来的 而不是故意画出来的 下面我们继续讲 凯书的运笔 刚才讲了呢 起笔 运形 收笔 讲了 侧峰和中峰的转换 讲了出峰的问题 出峰呢 只是讲了 匹 钠 和这个 竖沟 竖完沟 因为这个 出峰的方向不一样 道理呢 是一样的 我们再看几种 比如这个条 是向右上方出峰的 是吧 这个条 现在 笔峰朝着左上方 如果 只是这样出来 它这个尖呢 就没有力度 所以呢 在条的时候 往上 挑的时候 也是 笔峰要转上来 这样出的尖 才有力度 这是圆的 这点是这种形状 所以叫圆的 如果是方的 那么 B杆 要往这边倾斜一下 倾斜一下 然后推出去 这样呢 就是方的 这样 这就是方的 这是条 再长 也是这样 运笔呢 还有 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 从横到竖 笔峰怎么变 笔峰怎么变 或者从竖到横 这个笔呢 怎么运行 这个在书法上讲呢 叫做转折 叫做转折 实际上 转折呢 是两种笔法 两种笔法 分开以后呢 一个就是折 一个就是转 我们先看折 所谓折呢 就是 线条的感觉 线条这点的感觉 是方的 是像把东西啊 给它折断 所以叫折 比如横折术 叫横折术 走到这之后 顿笔 再往下走 现在外边圆的 里边方的 外边圆的 里边方的 这就是圆笔的 折笔 如果是方的 走到这之后 顿笔的时候 注意 顿笔的时候 要笔杆 这个笔杆 这个笔杆 要有倾斜 然后再往下走 这样呢 这点就是方的 这点就是方的 这是折笔 无非是 直立 提起来以后顿笔 然后往下走 另外一种 提起来之后 笔杆略在倾斜的 顿笔 然后往下走 无非这么两种方法 这么两种方法 那么书法当中呢 比如说 这个 口比较多 像品德的品呢 有三个折笔 这个时候呢 一般那个折笔 要有变化 要有变化 这你就可以 交错的使用 圆和方 当然这个圆和方的 差距不能太大 不然就不和谐了 这是折笔 转笔呢 也有两种 也有两种 一种 是 比较匀 是吧 比较匀 笔锋转过来 笔锋转过来 在这点呢 没有 没有顿笔 到这笔锋转过来 这样呢 我们看 这点是圆的 这点 是方的 而且呢 线条 粗细是一样的 粗细是一样的 像掩体呢 一般经常用这种转笔 还有一种 是 笔锋 到这以后 这样的 它整个这个 弧度 这边圆的 这边是直的 那主要是用的力量不同 并且是笔杆呢 略有点倾斜 我们看 如果不倾斜 直直下来 线条是这样的 线条是这样 两侧 是吧 和这中心笔呢 它是一边粗的 一边粗的 如果略带倾斜 略带倾斜 比如说 笔杆往这边倾斜一下 往这边倾斜 是吧 我们看这个线条呢 这点是 有个弧度 这点是直的 这点是直的 在欧体当中呢 可以看到这样的笔画 比如这个口 这个口 看到了 它这点是直的 这点一个弧度 它这个笔就是 略带倾斜 下来 略带倾斜 下来 所以它这边呢 两边的这个 线条的形状 都不一样 这是 转笔 转笔一种 是 这就可以叫平转 是吧 自然的转过来 一种是侧转 转了以后 是吧 有点 有点这个 侧 这个 形态不一样 这是 转笔 转折 转笔 那么关于笔峰的转换 笔峰的转换 还有一个就是 从竖画 是吧 转到横画 比如像这个钩 是吧 像这个钩 一般的呢 它都是用这种平转 因为它的粗细呢 这这么转过来 都是平转 有的时候呢 这点细一些 这点细一些 这是力量 稍微提一提笔 转过来 这力量不一样 方法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笔峰的这个转换 起笔 行笔 收笔呢 就主要讲这些 那么运笔当中 还有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叫色形 不要滑 要色 什么叫色形呢 简单说呀 就是运笔的时候 笔杆 要略向你运行方向相反 相反这个方向 倾斜 你比如说 写一横的时候 写一横的时候 不能这么写 这叫拖 这叫拖 而是呢 要这样写 尤其是大字 尤其是大字 要这样写 这叫推 又叫色形 这叫色形 写竖的时候 不能这么写 这么写 虽然容易写直了 是吧 但是呢 线条没有力量 而是呢 要往上倾斜 这样写 写撇的时候也是 有点倾斜 写纳的时候也是 尤其是大字 尤其是大字 这叫色形 要养成一种色形的习惯 有的朋友可能说 没有看到这个 有的人写字 经常是这样的 那你要注意看 他字的大小 如果小凯呀 写的很小的字 他实际上这个动作呀 是很微小的 很微小 很难具体的去 去看 如果是大字的话 你就会看到 这个笔 它是要推的 要这样推的 不是滑的 如果滑的话呢 线条呢 就没有那种厚度 没有那种 入木三分的感觉 入木三分的感觉 这个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 就是 注意 轻 重 快 慢 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 因为运笔除了 齐笔 运行和收笔 这三个动作之外呢 中间呢 就要有 轻 重 快 慢的变化 只有有了 这个变化 写出的字 才有节奏 那沈默先生讲 这书法是 无声的音乐 它又有音乐般的节奏 这个节奏 就是由 轻 重 快 慢 来产生的 一般来说 如果写 唐楷的话 尤其是写 掩体的话 齐笔的时候 要重 自然它就慢 运行的时候呢 要快 自然它就轻 然后收笔的时候 也要重 这是大的 轻重快慢 那么具体的呢 包括转折啊 这个写沟啊 写那等等 都有一些 轻重快慢的变化 并不是说 很简单的齐笔啊 这个 运笔 收笔 这么三段的轻重快慢 你比如写那 经常讲一波三折 一折 两折 三折 我们表面看呢 看不出来 这种折 看线条 但实际上力量在 力量在 给人的感觉就有 给人感觉就有 就显得既有力量呢 而且又有变化 这是 要注意的就是 轻重快慢 是吧 楷书养成了这个习惯之后啊 那么写到行书 写到草书的时候呢 你就会体会到这种变化 这就是我们介绍的运笔的基本技巧 简单说是三步 起笔 运行 收笔 那么这边的核心的内容 就是如何使笔锋 由侧锋的时候转为中锋 又由中锋的时候转为侧锋 这是具体的三步 那么里边的要求呢 就要求一个色形 是吧 不要平托 而是要推着走 要一种抵抗的力量 抵抗力量 再一个呢 就是节奏 轻重快慢 这是节奏 不论是写的是掩体 欧体流体 还是卫背 不论是哪种体 那么都有这样的基本要求 这边注意呢 一开始我们就讲了 这点介绍指 基本方法 你毛笔的情况不一样 笔锋的长短不一样 笔毫的软硬不一样 它写的方法都不一样 写的方法都不一样 而且用的力量大小也不一样 这点呢 在具体临席的时候呢 要灵活处理 你比如说 我们用这支毛笔 是吧 很短的 是吧 这个头很短的 看一下知道 很短 那用的力量呢 如果写掩体 这是我设计的专门 写掩体的笔 我们一看呢 就写起的非常轻松 是吧 它的横 因为笔头呢 很细 写横呢 就细 一顿笔就行了 到这 一顿笔 就行了 它稍微一顿笔的时候 它稍微一顿笔的时候就粗细 你看这粗细变化多大 写横 写 写术 粗细变化非常大 它的力量就不一样 你比如写这个 写这个一横到这一顿笔 一顿笔就行了 如果这支毛笔就不一样 这支毛笔 到这边要用的力量比较大 因为它的粗细的变化不是很大 所以用的力量就比较大 这是要最后说明的一点 下面呢 我们用纸来把这几个呢 呃 示范一下 因为刚才是为了看清楚笔毫的变化 是用的这个白的毛笔和这个随写纸来看 下面呢 我们用纸来写一下 横 呃 远比的 看我们就这么一顿 啊 方比的 竖 竖 竖 旋真术出尖的 方比的 撇 这远比的 这远比的 方比的 测一下 啊 那 这要提笔的 提到这儿 然后再再钝 再横向钝 再拿出去 不提笔的 直接后边走 啊 啊 钩 钩 竖 钩 钩 钩笔 提笔 钩出去 啊 不提笔的 往这边 往这边啊 稍微的倾斜一下 然后推出去 啊 这种钩 钩 折弯钩 到这儿以后 提笔 提笔看 是这种情况了 然后 提笔之后 钩出去 不提笔的 方的 稍微测一下 提笔 推 然后到这点 再 测 直接后边先走 这是方笔的 条 这是条 方笔的 条 折 钩笔 遮下来 啊 方笔的 钩笔的 手往右上 倾斜 遮下来 转 平转 啊 侧转 啊 这是 我们讲的呢 就刚才讲到的这些 基本的笔法 啊 基本的笔法 用毛笔呢 又写了一遍 那么 在我们看到的 教材里边啊 有很多介绍了 很多 是吧 具体的 比如点 有上点 有下点 有左点 右点 有条点 啊 横呢 有 长横 短横 腰粗横 腰细横 啊 有凹的 有凸的 是吧 撇呢 也有什么弯头撇 这个 这个蓝叶撇 等等 是吧 有很多 具体的明目 这些呢 在具体字当中呢 运用都不一样 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它主要是由 运笔过程当中啊 这个力量的变化 产生的 啊 你比如我们看横 是吧 看横 左肩横 所谓左肩横呢 就是左边 是肩的 那自然呢 运笔就轻 运笔就轻 这就是左肩横 是吧 再看一遍 这点绝对不能是回风啊 它是漏风啊 比下去以后 是吧 比这么下去 这就比肩啊 是不是 下去以后 往这么一走 它自然就是左肩横啊 这点是轻的 这点是重的啊 右肩横啊 右肩横 先重 后轻 啊 跟条差不多 这是右肩横 是吧 比如写这个肥字 这点 右边肩 是吧 这就是一条了 而这边呢 就左边肩 啊 左边肩 它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你这个运笔力量不一样 基本方法是一样的 但是其中呢 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比如说点 啊 比如说点 它这个 左点啊 右点啊 它那个 这个情况不一样 啊 你比如说这个 左边这一点 宝盖头啊 是上点 啊 左边这一点 左边这一点呢 它是这种形态 这种形态呢 就是运笔的时候呢 漏风 顿下去 略往左下方 然后再往右上方回风 它就出来了 到这儿 顿笔 提笔 比如写一个宝字 这右下点 啊 它这点呢 就运笔不一样 而这点呢 就是一顿 顿完了以后 稍微的轻一点 就行了 也可以是这么回风 这具体方法很多 这个我们写的时候呢 注意体会就行了 是吧 这个 如果是搞得过于繁琐呀 反而呢 不利于学习 所以我们反复强调的 一个意思是什么呢 书法 就是汉字书写的艺术 它一个很重要的 限制 或者说这个定语 就是书写 就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反复体会 书写这个 这个含义 书写这个含义 就是 古人呢 他就像我们今天 用钢笔啊 毛笔啊 这个用钢笔签笔啊 这个圆珠笔写字一样 这是他生活当中 每天都要用的 他并不是像 这个 今天呢 这个 把书法讲的那么悬 写一幅字 是吧 写几个字呢 要用半天一天 不是那样 如果那样的话 他就没有饭吃了 所以呢 写的当中呢 要自然 要流畅 啊 笔划的练习呢 可以单独进行 进行的时候 主要是练习 这个 侧风和中风的转换 练习 体会 色形 色形 练习体会 轻重 快慢 变化的节奏 啊 下面呢 我们 写几个字 让大家看一下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很自然的带过来 动作上不能间断 是吧 这就是 要连贯 啊 这个 关于这个 楷书的基本技法 我们只讲了一个 最基本的 各个书体不一样 啊 书体的差别呢 无非是方比和远比的差别 它的这个要求是一样的 所以呢 根据我们讲的这些基本的要求啊 大家可以在学习当中呢 去具体研究 这次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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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已经把楷书运笔的基本计法讲了 这次呢我们主要讲楷书的构字部件 一般讲到汉字熟呢经常讲的是偏旁不手 我们这里为什么讲构字部件呢 因为我是把楷书啊 这个书写结构的搭配呢作为建筑来考虑的 所谓构字部件呢 就是构成这个文字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它并不是从偏旁的角度来考虑的 而是从这个形态的角度来考虑的 楷书确实像一座 一座一座的精美的建筑 由点儿 横 竖片纳 这些基本的最基本的笔画 组合成呢一个一个的这个单字也好或偏旁也好 那么由这些单字和偏旁呢又组合成汉字 其中有些呢是形体上看呢它并不是偏旁 没有任何构字的意义 但是呢却有在书法人角度来讲呢 却有构造的意义 所以管的叫构字部件 如果我们要用较短的时间 掌握好楷书的结构 构字部件是很重要的 如果这些基本的东西没有掌握好 那么学习凯书呢可能费的时间要很长 效果呢也不会很大 如果这些基本的东西写好之后 那么呢就可以提高学习的效率 举一反三 尤其对于这个青少年学生来说呢 这点非常重要 下面呢我们就具体来介绍 比如说二 二 这是经常用的一个 二在乾坤格章中 它只是在小乾坤里边 要往上走 第二横 这是二 它的要求是什么呢 高和宽 基本上是 二比一 高和宽 基本上是二比一 第一横的长度和第二横长度 也是二比一 为什么管它叫构字部件 因为这种形态 这种形态 在写干 在写干 就是用的 这个二 这个宽和高的比例 和这个是一样的 其他的 比如说 鱼 鱼 也是要用的这个二 是吧 那么我们练习的时候呢 首先要把这个二掌握好 一个是这个短横的长度 再一个就是长横的长度 还有它的高度 不能超过小乾坤 三 第一横 在斜线上 由它来线